今次跟大家試一下這部非常受歡迎的Roland FP30 數碼鋼琴 為什麼它這麼受歡迎呢? 讓我試一下這聲音給大家聽 嘩 它的大小聲都做得相當細緻 而且它的琴聲都很像一個真鋼琴 象徵度是非常之高 它用這個Supernatural 的技術聽起來真的很自然 像三角琴的那些聲音 我剛才彈下去的時候 無論手感或觸感都非常之好 它這個鍵盤是用了一個橡牙質感的質料去做 所以彈下去的時候 都很像一部真的鋼琴 如果拿它來彈一些classical的歌 不知道會有什麼效果呢? 讓我試一下 嘩 它琴的反應都相當不錯 剛才我彈一些快一點的Running的時候 那個反應給我的感覺 其實是真的像一個acoustic piano 應該有的那種反應 所以彈classical歌 其實都可以應付得到 因為我們選擇數碼琴 其實最重要都是說手感 像不像真鋼琴 如果你說幾千元的預算 有這個質素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是非常之好 至於功能方面 當然不用說 所有功能都非常齊齊 譬如說 最普遍的聲效 我要一些風琴的聲音 一些小提琴 弦樂的聲音 或者合成的人聲音 那些聲全部都齊齊了 另外我自己比較常用的功能 當然就是一個轉調的功能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自彈自唱 如果選適合一些 譬如說女生的歌 我不適合Key的 我想降低幾度 變成一個男生Key唱 這個轉調的功能 基本上是必須的 另外它都可以連接 Bluetooth 藍牙 你可以戴著耳機 聽著一些歌 來跟那首歌的jam歌 都可以做到 還有它可以有一個Split Piano的功能 即是你可以將音部琴分開兩派 兩個人同時在彈 同一音 都可以的 如果你說有朋友一起jam歌的話 這個功能是很適合用的 如果你說Budget是幾千塊 我會選一部什麼的數碼鋼琴呢 我自己一直都覺得 Roland 的數碼鋼琴的性價比是很高的 因為如果你對比和一個價錢 其他品牌的數碼鋼琴的話 其實你彈下去的手錦 你一彈就知道了 其實真的是Roland 最好的一個品牌 這部 FP30 的模特兒 早前因為疫情的關係 幾乎所有琴行都斷了 現在終於回到貨了 有白色和黑色 我們都有現貨的 Roland 那邊本身官方的選擇 就是可以加一個很漂亮的固定琴腳 那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項 因為它可以有三個不同的Peddle 連在琴架那裡 整座看起來非常帥氣 但是如果你說不是喔 我上一來經濟一點 二來省位一點的話 如果你用一個便宜一點的價錢 今次我們優惠期間 都會送上交叉琴架和琴椅 還要是免運費送到府上 還等什麼呀 快點把握機會啦